今天又睡到自然醒 看现在几点 10点15分 外面好像下雨了 看一下 哇塞真下雨了 不对啊 我这个天窗好像没有关的 看一下 没事吧 关了 这块湿 这椅子又没事吧 沙发的皮子 没事 没事 小小也醒了 没事 昨天晚上睡觉挺闷的 就把这个窗户开着 就下雨了 也漏了 这是我第二次这个 睡觉开天窗漏雨了 没办法 不开天窗车里闷啊 夏天睡觉 开着的话搞不好半夜下雨 这还不知道 今天露营的地方算是 偏野外吧 就是在 郊区 周围全都是花草树木 也没有饭店 我昨天晚上在这边睡的时候 我就本来想叫外卖来着 就没有 今天继续吃 泡面 这个坐垫完全湿透了 被雨淋的 不能坐了 我们来看一看 哇 能看到雨滴吗 镜头里面 我是能看到 空气很清新 好舒坦 这什么花 昨天刚接的水 水箱 水寒很多呢 在小车里边 这是我的小别墅 挺舒坦吧 大床 看看都有什么物资 卤蛋 香肠 画面 还有一包冷面 冷面 没有黄瓜 没有配菜 就不吃了 吃卦面吧 吃卦面吧 我还有那个招牌半饭酱 就着这个卦面吃 这就是我的早饭 两包辣条 两包辣条 卦面 这个香肠 这还有这个 这是零食 OK 煮面 听听下雨的声音 说心里话 我更喜欢这种 下雨的感觉 外面晴天啊 在车里边 其实 没啥意思 一下雨的时候 感觉 特别舒服 有安全感 在我自己的小空间里面 和我的狗部 小小也在看雨 你看 看一下 我车内的电池 几乎满电 然后饮饮水 也很多 洗漱的水也是很多 特别有安全感 最重要的是 好多零食啊 前几天在超市里边大采购了一番 就是为了应对这种 在野外啊 什么吃的都没有的情况 干吃这个方便面有时候真的是吃够了 买点零食吃 给你们看一下 薯片 辣条 辣条 好这个 这个挺好吃的 还有 饼干 饼干 这个也是 车里边全都是零池 这一天我哪也不去了 就在小车里边 一会儿看一个电影 看看电影 把车门一关 太舒适了啊 这小生活 那小小